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立位记》第五章和第六章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 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 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 无论是不洁的死寿,是不洁的死处 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 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 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 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 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 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 要行恶,要行善 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 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 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 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 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签祭生 就是羊群中的母羊 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 牵到耶和华命前为赎罪祭 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 就要因所犯的罪 把两只班鸠或是两只雏鸽 带到耶和华命前为赎签祭 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凡祭 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 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 从鸟的颈向上揪下头来 只是不可把鸟撕断 也把些赎罪祭生的血 弹在弹的旁边 剩下的血要留在弹的脚那里 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他必谋赦免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班鸠 或是两只雏鸽 就要因所犯的罪带贡物来 就是信念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 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 因为是赎罪祭 他要把贡物带到祭司那里 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 按献给耶和华伙计的条例 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 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 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谋赦免 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和宿祭一样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 有了过犯 就要照你所孤的 按圣物的舍科勒拿银子 将赎签祭生 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签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签祭 并且他因这圣物上的拆错要偿还 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 祭司要用赎签祭的公棉羊 为他赎罪,他必谋赦免 若有人犯罪 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 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也是要照你所孤定的架 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来 给祭司做赎签祭 至于他悟行的那错事 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谋赦免 这是赎签祭 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若有人犯罪 甘番耶和华再临舍交付他的物上 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 或是抢夺人的财物 或是欺压临舍 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 说谎启示 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 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 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 或是因欺压所得的 或是人交付他的 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 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事 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再查出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还本主 也要照你所孤定的架 把赎签祭生 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 给祭司为赎签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他无论行了什么事 使他有的罪都必蒙赦免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凡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凡祭要放在坛的柴上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 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 把坛上所烧的凡祭灰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 坛上的火要在旗上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 并要把凡祭摆在坛上 在旗上烧平安寄生的枝油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熄灭 肃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 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从其中 就是从肃祭的细面中 取出自己的一把 又要取些油和宿祭上 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 奉给耶和华为新香宿祭的纪念 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 必在盛处不带轿而吃 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烤的时候不可参轿 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 赐给他们的份 是至盛的 和赎罪祭并赎千祭一样 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 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 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当亚伦寿高的日子 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贡物 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 为长线的宿祭 早晨一半 晚上一半 要在铁奥上用油调和做成 调匀了 你就拿进来 烤好了分成筷子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宿祭 亚伦的子孙中 揭许他为寿高的祭司 要把这宿祭献上 要全烧给耶和华 这是永远的定力 祭司的宿祭都要烧了 却不可吃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要在耶和华面前 宰凡祭生的地方 宰赎罪祭生 这是至圣的 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 要在圣处 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凡摸着祭肉的 要成为圣 这祭生的血 若谈在什么衣服上 所谈的那一件 要在圣处洗净 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 若是主在铜器里 这铜器要擦磨 在水中算尽 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 这是至圣的 凡赎罪祭若将血 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 那肉都不可吃 必用火焚烧 我们来看立位记 第五章和第六章 而第五章告诉我们 有六件生活当中的小事 我们在神的面前 神看为这些事叫有罪 你会觉得 这六件小事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为什么这些事情 神也要这样斤斤计较呢 其实我们要看见到 神很在乎我们 能不能活出祂的荣耀 我们渴望祂的生命 祂的丰盛 祂的尊荣 祂的大能 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现 所以在立位记当中 第一个呼召就是 借着这五个记 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 尊贵的位分的上面 所以今天第五章 有六件小事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怎么去注意到这些事 然后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怎么来认罪祷告 所以借着生命当中的一个悔改 借着生活当中习惯的一个调整 我们就可以活出神荣耀的一个样式 而且可以把神的大能 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 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 就讲了这四件小事 第一件小事叫做 该做的没有做 该说的没有说 神说这叫罪 所以他本是见证 却不把所看见的 所知道的说出来 这就是罪 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第二件是在第二节 摸了不节的物 不节的死寿 不节的死处 不节的死从 不知道 他就成了不节 这就有了罪 不知道所犯的错 他不知道他摸到了一些死的东西 第三件 摸了别人的污秽 他不知道 但一旦知道了就有罪 好特别 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有罪 但是一知道了 他必须要为这个罪 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求悔改 第四件小事 嘴里冒失发誓 要行恶要行善 何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 不知道 一知道 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 就是不管是恶事 即或是善事 冒失发誓 都在神的面前视为有罪 这四件事跟我们的生活 哪有关系 第一件事 你该做的没有做 该说的没有说 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 好多这样的事 我知道我要祷告 但是我没有天天祷告 我知道我要弟兄彼此相爱 可是有些人我就是不喜欢 那圣经告诉我 我要彼此饶恕 可是有些人对我的伤害 对我的得罪 我真的一时半刻 我没有办法原谅 他对我做出这些伤害的事情 该做没有做 该说没有说 我应该要传福音的 我应该要为人带导的 我应该要竭力摆上的 我应该要更多奉献的 我没有做 这是罪 他担当他们的罪孽 连这都没有做 也要认罪 第二 摸到死的东西 其实在旧约里面 是摸到真正的尸体 摸到不解的死亡的 可在新约当中 我们不容易摸到死的东西 但你知道吗 其实第二件事情 在我们生活当中 是基督徒更容易去犯的 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说 体贴肉体就是死 很多时我们都在体贴我们的肉体 我看一下 社情网站没关系吧 我多花点时间在我的社交软体 没事吧 我爱听听八卦 我爱说说闲话 我有时候偶尔就发了个脾气 没事吧 这都不过是体贴我肉体的一些事 体贴肉体就是死 死不是真的灭亡 那个死就表示 我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与神之间的畅通的一个交通 中断了 这个就叫做罪 可是却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所犯的 但一旦知道了就罪 这什么意思 有时候神等我们 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习惯 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一个与人的相处模式 突然有一天圣灵的光照 讲台的一个教导 甚至是我聆听了内在生活信息 我才发觉原来这是罪 我就认罪祷告 神等我们 神很有耐心 他一直等到我们 生命成熟够了 好像灵人也长大了 他就借着圣灵光照我们 借着圣经的启示 话语的启示 信息的启示 这是罪 我就做一个认罪祷告 过去这样爱发脾气 过去这样爱幻想 过去里面被冒犯 我情感很混乱 疑病的上面 我就没有好好照顾我身体 这都是体贴肉体 这些都要带到神的面前 第三件小事 摸了别人的误会 什么叫摸了别人的误会 你就是认同了别人的生活的价值观 认同了别人 好像结伙 结党 恶意的批评 我告诉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人如何如何 政府怎么样 教会怎么样 你在旁边你也听了 因为你搞不清楚 你就说对对对 你认同了 好像认同现今社会当中 对金钱的追求 认同现今当中 两性那种混乱的关系 认同现在哪个大学生 谁不是在结婚之前 都有同居 跟会见性行为的习惯呢 谁不是能够向钱赚得更多一点 我认同别人这种想法 其实这就叫做 摸了别人的误会 连这样也算了 是的 因为这个世代是一个 活在知识善恶树的下面 我们应当要走生命树的道路 但是有时候 我们就认同别人的生活的理念 我们爱看一些玄学 我们爱看一些算命的事物 我们爱看一些 这个世代的一些的价值观 名人他们所说的话 成功人士所说的话 我们说的很有理 他的教育方针真好 要把孩子虎爸虎妈 阴爸阴妈 把他们做起来内卷 我认同 这都叫做摸了别人的误会 我们都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 第四件小事 我在冲动之下的发誓 作恶作善都是 不管是恶事或善事 我认同 这件事情好 这件事情好 我允诺 我来做 发誓其实 我认为这件事非常好 我允诺 我答应 我也要参一脚 我也要来一起改跟你做 恶事上 你说 做这种恶事 认罪 我也相信 做善事 连做善事 我随意的冒失的发誓 这件事好 我要参与 这件事太棒了 您说 这也叫罪 无论哪一样 那天啊 这四件小事 神你都要在乎 那我的生活怎么办 其实这四件事 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活在世上的国 我们要活在神的国度 这就叫做祭司的国度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第一个呼召 一到七章 立位记一到七章的第一个呼召 我要你活出神国的样式 因为我们太习惯这个地上的国 我们太习惯这个知识善恶数 以至于我们不觉得这四件事叫做犯罪 神说这四件事情会影响 我在你们生命当中的荣耀 神说这四件事会影响 我要把你们呼召 代表我可以彰显大能 彰显祝福的一个拦阻 很热情啊 我不要这些罪拦阻你们 我不要这些罪在你们的身上 所以你们要认罪啊 借着这个献赎千计 这些罪恶都可以拿走 你们真的可以活在神荣耀的里面 你要抓到神的心 所以第五节就说 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 你就承认 就是救我们脱离在伊甸园 亚当的推脱 夏娃的推脱 人很会推脱的 这样一个推脱 我没有罪我没有罪 这不是罪有那么夸张吗 有那么严重吗 神说认罪 有时候认罪祷告是救我们 脱离知识善恶数 脱离这个地上的捆绑 活出神荣耀的大能 不是要定罪你 不是要否定你 而是要把你的眼光 提升到神的眼光 认罪不是说你不好 认罪是承认 我不要活这样的生活 我要活出神的生活 我要改变 我要突破 我要得救 这就叫做认罪 所以到第六节到第十节 就告诉我们 他要献赎千祭神 就是要赔偿 他要补偿这件事情 他就要献羊羔 或献母羊 或献三羊 神也说力量不够的 那你就献两个斑鸠 或两个厨鸽 带到神的面前 献一只羊 就当作是赎千祭生 就赔偿了 但是如果献鸟类的话 那你要献两只 一只叫做赎罪祭 一只叫做凡祭 我待会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羊一只就好 鸟得要两只 你如果说 哎呀我也没什么钱 可能甚至我连鸟 我都奉献不了 那神说 那你就一把面粉也可以 你看神很在乎这些小事 所以你不要认为 这些生命中的小事 我就好像在神面前 随随便便 神全然的公义圣洁 他在乎这些事 所以如果今天在圣灵 有光照你什么 该做没有做 该说没有说 神光照你什么 有没有摸到一些死亡的事情 就是我体贴肉体了 我爱我的面子了 我在乎我的脸了 我不要被人 这样一个得罪伤害 我过一个不沾锅的生活 第三 我认同了别人的污秽 我沾到了别人的污秽 我认同了别人的理念 认同了这个世界上 知识善恶素 这个世界的国 要一个毁灭的国的一种方向 我认同了 要不然我就冒失的发誓 就是 哎呀这个好 这个不好 都是我自己在做决定 我认同 我允诺 都好都好 这四件小事 其实都是告诉我们 你都没有先来问神 就是这样而已 那我们就要献上赎罪及神 这个赎罪及神 就是借着悔改祷告 持取耶稣基督的保险 求神的保险洁净我们 把我们的眼光改变 所以你今天真的可以这样求 神啊改变我的眼光 改变我的价值观 改变我的时间的观念 改变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是寄居的 我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 活出一个好像一个定居 在这世界上的生活 力量不够的人 就现一把小面粉 神都会洁净的 而且你从14节到第16节 是告诉我们第五件事 第五件小事 就是在圣物上犯了罪 圣物上犯了罪 什么叫在圣物 你如果把14节到第16节 你去算一算 看一看就发觉 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所以不是只有认罪 也不是只有献上羔羊除割 你还要赔偿五分之一 神很在乎 这些生命当中 我的一些的人际关系 造成一些他人的亏损 神说你要去赔偿五分之一 圣物上犯了罪 有时候就是指 奉献少 我忘了奉献 教会有缺乏 我没有供应 甚至是在侍奉上面 我随便的态度 可能我一到六 我都在过着罪的生活 但是到了礼拜天 我热情的参与教会的侍奉 可能在侍奉当中 我用我的老经验 我所有一切的决定判断 我跟人家的相处 就是这样 就是那样 你不要管那么多 有时候我们 越服饰越久 脾气越大 皮带越旧 甚至是我们越以为 全部都照SOP 大家运作得很好 不要任何意见 其实这个都叫做 干犯生物的罪 神说你除了要认罪以外 你还要赔偿 这个赔偿就是 你对教会的亏复 对人的亏复 你真要付上五分之一的代价 可能是金钱 可能是致欠 可能是你在人家的面前 一个和睦的关系 摆上 这些你都要付出 第六个 十七节到十九节 行了耶和华所吩咐 不可行的事 虽然不知道 还是有罪 这叫数千记 就是神说不可以的 你做了 你说我不知道啊 但如果现在知道了 那你就认罪 你就从这六件小事 你真的看到 神很有耐心哦 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虽然犯了罪 祂愿意等 祂等到我们成熟了 长大了 有时候这个认罪 可能是为了五年前的犯错 为了十年前的犯错 可能上帝光照你 过去二十年来 我对配偶的态度 我对孩子的态度 可能二十年前 我可能还在读书的时候 可能十五年前 我还在刚上班的时候 我对人家的那个态度 我在工作上的一种的态度 甚至是我在教会里面 跟人的相处 伤害了人 神等我们 等到我们有一天 被光照了 被开启了 我认罪悔改 神越纳 神就等 这个是要去赔偿的 这是要去悔改祷告的 而且你会发觉 神给我们很多的怜悯 没办法陷 那你就陷两只鸟 两只厨哥 连厨哥 你都陷上不了 那至少要一把面粉 神就说千千万万的 不要当作一个随便的事 那为什么陷羊的人 如果他不陷羊 他就要陷两只鸟 一直叫赎罪记 一直叫赎千记 仔细听 有些人说 那我就认罪祷告 反正神就赦免 那有神的恩典嘛 那反正我知道 我认罪神就赦免 那我就咒骂人 我就批评论断 我就上色情网站 我就行淫乱 我就犯奸淫 我就贪婪 我就说谎 甚至我就偷窃 反正神的恩典会赦免我 我只要认罪了 神就饶恕我 没关系啦 做吧 建两只厨哥的意思就在这 既然不用献羊 只要献厨哥 哪个笨蛋要献羊 羊多贵啊 那我就献厨哥就好啦 对不对 我能力可以献羊 但是我干嘛要献羊呢 献厨哥不就好了吗 这个意思就叫做 你把神的恩典践踏 你轻忽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宝血的捷径 反正我认罪祷告 神都赦免 那我就尽量犯罪吧 反正神都会赦免 那我就是批评论断吧 反正神都会赦免 那我就在陷入到淫乱 陷入到这个奸淫里面吗 反正神都会赦免 说谎 偷窃 咒骂父母 没有关系嘛 为什么两只厨哥 一直要为赎罪祭 一直要为凡祭 所有一切的认罪悔改的目的 就是我要讨神的喜悦 我不要我与神之间有了隔绝 这几件小事都会让我与神的交通隔绝 所以我的献祭不是为了应付了事 不是说反正神你要我认罪 那我就认罪吧 不是 你要为凡祭跟赎罪祭 除了赎掉你的罪以外 你还有一个反击就是 主赦免我 我要为你的喜悦而活 我要为你的荣耀而活 为我曾经践踏你的恩典 我轻忽一个悔改祷告 求你怜悯我赦免我 不要在宗教里面 以为满足神的要求就好 所有的献祭都是为了 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爱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要献两只厨哥 为什么要献两只这样班纠 警告那些 反正羊 我不一定要奉献 那我就奉献两只厨哥 多便宜啊 要不然就是一把戏灭好了 神知道我们里面有这种诡诈 很多基督徒活在一种 就是反正悔改祷告 神会饶恕 神会赦免 我们就活在罪的循环里面 而不会借着恩典的循环 越来越活出神的喜悦 跟活出神的圣解 所以求神在这第五章 光照我们 你今天真的可以祷告 圣灵啊光照我 我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种的 推诿的情况 我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种 只是应付了事的情况 我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种 你说不可 但是我仍然去做 即使我已经被光照了 我已经被饶恕了 甚至我被赦免了 我还在犯 我还在做 竹签记就是一直把你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今天你可以持续悔改 今天你可以求圣灵光照你 你今天可以求基督的宝血 洁净你 你今天可以求神的大光光照你 你今天可以求神的恩宠 连到你身上 怜悯你 你就不会一直在罪的循环当中 反正就悔改祷告就好了 我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决定就做什么决定 反正做错了回改祷告嘛 反正我犯错了回改祷告嘛 神厌恶我们这种行为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在第五章 感觉是六件小事 但是却是影响我们与神 交通祷告的事 求神怜悯我们 所有的献祭 不是为了牛羊 所有的献祭 繁琐的过程 都是为了我这个人 可以与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 所以你可以祷告 今天求神光照你 等候神花几个时间 在神面前安静 求圣灵光照 可能你会突然想到 十几年前的事 可能你会想到 最近可能是跟人家说话不礼貌 你可能会最近想起 一些好像真的得罪神的事 你可能会想起 哎呀我怎么讲出这些话 你里面有些的懊悔 有些的难过 有些的痛苦 带到神面前 凡认自己罪的 承认自己罪的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在第六章 你会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 就开始告诉了我们 更细的事情了 神要我们看见 如果愿意活在赎千计 我愿意对付生命中六件小事的 神开始要对付一个更细的事 这个更细的事情 是可以帮助你真的 诚诚实实的活出神的光 第一节到第七节 你仔细去看 全部都在讲一件事情 不要活在对人的亏欠的里面 不要活在这种贪小便宜 占人便宜 好像是我跟人家的一些 小小的事件上面 我有一些的亏欠不去处理 神说你要去对付 立位记第六章 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章 因为这些事情太小了 你透过经文来去看 你会觉得我没有诡诈 我没有抢夺 我没有说谎起事 第四节 犯了罪有了过犯 要归还他所抢夺的 因欺压所得的 或是人交付他的 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 有时候甚至权柄交办我们的事 没有去做好 这都叫做亏欠 人家交付我的事情 我答应了 我没有去做好 这都叫做罪 甚至是可能 我买个菜 甚至是我跟人家买个东西 我杀个价 只想在这件事情上 我不要吃亏 我不要吃亏 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不要吃亏 其实我们就亏欠了人 亏负了人 占人了便宜 甚至是我们 好像在工作当中 摸鱼打混 其实我也亏欠了 交付我工作权柄上的人 立位记第六章 是所有基督徒 你不能够轻看的一章 因为这一章教导我们 怎样不活在对人的亏欠里 然后我可以 坦然无惧 良心在神和在人的面前 我良心不被责备的一条秘诀 你看第五节 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释 就要怎样 如数归还 还要另外加上 五分之一 本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七节 先告诉我们 当我们亏欠别人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们 占人便宜的时候 假设我占人便宜 十块钱 我要赔偿他五分之一 赔偿五分之一 就等于是我要怎样 我要把十块钱还给他 我还要再多赔他两块 赔五分之一 然后第六节 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 把俗签祭生 就是羊群中 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 给祭司做俗签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我不过占了人家便宜十块 我要十块归给他 我还要赔他两块 我还要再献一只公棉羊的祭 对我赎罪 亲爱的家人 你如果仔细看看 第一节到第七节 你把整个第六章去读完 我们刚刚说 我犯那六件小事 其实我可以奉献羊 我可以奉献两只斑鸟 两只除鸽 我再没有钱 至少一把面粉 但是如果我亏欠的人 我讹诈了人 甚至是我占了人家便宜 你看你要付多少代价 十块还回去 再回两块 再杀一只公棉羊羔 我亏大了 亏大了 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凡是你亏欠人 讹诈人 占人便宜的 神今天提醒我们 我要你赔的更多 不要亏欠人 亲爱的家人 今天读第六章 你真的可以祷告一件事 主啊 如果我真的有亏欠人的 我有讹诈人的 在工作上面 在人际关系的上面 甚至是在财务的上面 我真的有亏欠人了 我占人便宜了 我讹诈人了 尤其是我们在金钱上面的一些的 一些的相处的上面 有时候就是一些 小钱啊 就五六块吧 某个零头吧 这就算了吧 让人的心里觉得亏欠 不舒服 觉得他被占了便宜了 神要向我们追讨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跟人家吵架 话语上 我就是要赢过你 气势上 我就要让你知道 我是老大 夫妻之间的争吵 亲子关系的相处 朋友关系的相处 有时候我们真的在情绪上面 占人便宜 我们在金钱上面 占人便宜 我们在时间上面 占人便宜 工作上面 我们在我们所得的薪水上面 占了老板的便宜 神都要告诉我们 这个都叫做亏欠 这都叫做罪 你要去归还 你要去赔偿五分之一 你还要献上羊羔 告诉我们 你的良心 在神的面前 不要被控告 神很在乎这一块 你不要觉得这是很小事 第五章六件是小事 但到了第六章 神在一到七节 讲这件事情 神更细 细到一种地步 你真的得说 主我做不到 我亏欠人太多 我真的在言语上面 我真的在心态上面 甚至是我在金钱 时间上面 我真的亏欠人太多 如果你被圣灵这样光照 你就求神的保险 接近你 真真实实的 为了和一和睦的关系 你去找到当事人 跟他致歉 你会觉得很没面子 你会觉得几十年了 二十年了 谁在乎啊 他忘了 被你占便宜的人忘了 神没忘 所以你不是为了他 他都忘了 我去做这干嘛 我不是为你 我是为神 我为了神 在神的面前 我的良心不被控告 我要正直 诚实地活在神面前 所以我愿意去做 所以即使当事人都说 我早就忘了 我都不在乎这件事情了 你不用那么在乎了 感谢主 但你说 为了神的原因 我要在神的面前 良心不受到亏欠 勇敢去做 今天很有可能就作为 你生命当中一个突破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从第八节 一直到第十三节 沿路每一个经文下去 其实都是告诉我们 怎样一个祭司 在神面前的献祭 所以我们期待 跟第七章第八章 联合在一起 我们就读第十二节 跟十三节 就是 坛上的火要在旗上 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十三节 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熄灭 是告诉一个祭司 你的献祭是每天 你的献祭是早上跟晚上 早上要献凡祭 晚上要献凡祭 这在教导我们什么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要向神求 主每天的恩典都是新的 让我在每天早晚的献祭当中 我要知道 你对我的悦纳是新的 你对我的供应是新的 你对我的怜悯 你对我的慈爱 你对我的恩惠 你在我生命当中 每一次的教导 都是新的 你要像神这么祷告 这就是常保有神的同在 火 常常在坛上烧着 就是神的同在的意思 借着不断的更新 借着不断的奉献 我们这个人的灵人 会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 第二个很重要的元素 为什么早晚要献祭 早上已经献过了 晚上还献 明天还献 后天还献 每天都这样早晚献 早晚献 再做一件事情 我的灵人必须要苏醒 有时候我们信主久了 以前刚信主很快乐 刚服侍主很快乐 以前我刚摆上的时候 我生命充满了喜乐 参加聚会 好喜乐 参加特会 好好满足 怎么现在服侍久了 越来越没感觉 好像对好多聚会 没了期待 像甚至是 我在我的生活当中 好像也没有看到 神有什么特别的做工 当初那个爱主的喜乐 好像也没了 你缺的就是什么 早晚的献祭 早晚的感恩的祷告 早晚的敬拜 你持续这么做 你的灵人就苏醒 活过来 你会说奉献 我以前奉献过了 你把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情感奉献 把你今天要做的每件事情奉献 把你所要为了家人的得救的祷告 再次奉献 在神的面前 把你要做的工作奉献在神面前 把你的金钱奉献在神面前 婚姻孩子奉献在神的面前 早上献 晚上献 你会说 要献几次啊 我让每天祷告 那不是念经吗 不是很重复 很无聊吗 不是 每一次的奉献 从我们的心里 真实的把这些都交做在神的面前 你的灵人会一直苏醒 苏醒苏醒 你对恩典的认识会越来越开启 越来越开启 越来越开启 去年 我把我自己的家献给神 今年 我在把我的家献给神的时候 你对神的恩典会有个更深的开启 主 谢谢你这一年的照顾 谢谢你这一年我们生命的成长 谢谢你这一年的保护 你每一次的献 你都在更扩大 扩大 扩大 这就叫做 坛上的火 这就是说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 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献平安祭 这就是献凡祭 这就是献赎罪祭 主的宝血 主的供应 就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家中 不单是保护我们整个家 在神的供应里面 更是让我整个人 灵人苏醒 我里面的那个灵人被喂养 灵人被长大 我会越来越听懂神的话 我的祷告会越来越有权柄 我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长大 这就叫做 坛上的火 要常常烧着 那接下来的几个经文 我们会进入到第七章第八章 我们一起来看 神要一个祭司 怎么走进 祂的生命的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